大家好,我是凌薇 我不明白你家的铁锅为什么总是粘锅粘到怀疑人生 我家的都快被我当作不粘锅来使用了 看,做什么菜都是重想丝滑,自由分享 今天我就正好用这个小锅锅来给大家做分享 铁锅的正确开锅方法和养锅的方法 让你家的铁锅也秒变不粘锅 铁锅到家第一步肯定要用洗洁精 先把锅里里外外都清洗干净 第二步不要着急开火 一定要把里里外外的水分擦干 要不然等一会烧锅之后 这个锅上就会有水印 第三步最最重要的一步来咯 就是我们这个火不要让它到最大调小一点 调成中小火 特别是像锅子在这样比较小的情况下 一定要调成比较小一点的火 不要把锅子放在那不动 我们要这样不停的转动 让锅子收的更加均匀 要不然底部容易烧黑 锅子不要烧至嘎嘎热 特别是把它烧红烧懒 这都是不需要的 锅子喂热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加入多一些的食用油 然后以这样转圈的方式 让油涂满锅壁 转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 不要把油倒到自己的手上 我担心自己技术不好 可以放入一张厨房纸巾 用筷子来回不停的擦拭 涂抹锅壁 锅中的油温比较高时 我们就要把它关火 大约只需要烧 一至两分钟就可以把火关掉 然后再这样继续不停的涂抹 约两分钟后就可以关火 把它放到这里静置 约十分钟 十分钟后再次开火 再涂抹一遍 约同样是两分钟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简单的三步 我们的开锅就已经完成 锅子我们不要用洗洁 先用热水把它冲洗一下 洗掉上面的油 我说的是用50度左右的热水 我上次有一个朋友说 他老公每一次都用100度的开水来烫 烫完之后每次做菜都还非常的粘 用开水一烫把油膜就全部都烫走了 这样锅就会变得非常的绅士 看这样用热水来洗锅 同样可以洗得非常的干净 而且里面还有了一层油膜 你看里面的水珠都跑得非常的丝滑 现在就到了锅子的养护 同样是非常的简单 不要复杂化 只需要把锅子用温水洗净后 擦干里里外外的水分 讲这个样子就已经可以了 不要涂油 不然用的时候容易有一股臭油味 现在我们就来检验一下 锅中只需要微热 就可以加入食用油摇匀 煎蛋不连锅是最最最低的标准了 煎蛋和煎一样下锅之后 先不要动它 稍稍定型后你看就可以随便旋转 你想转几圈就转几圈随便转都不是问题 但还得是铁锅这样焦焦的才更好吃 同样把鸡蛋这样打散也不会粘锅 平常有的朋友豆腐总是煎不好 煎出来不是粘锅 这时便豆腐脑了 你看它和煎鱼是一样的道理 刚下去的时候都先不要动它 然后底部低形后就可以开始慢慢的晃动 煎至像视频中这样可以看见底部焦黄 煎勺子把它分割成小块 煎好之后豆腐一定要像我这样小火慢煎 来调一个非常好吃的料汁 盐 生抽 老抽 一点点蚝油 一点玉米淀粉 再加入小半碗的清水 搅拌均匀料汁就调好啦 豆腐煎至像这样两面金黄倒入料汁 来轻轻拂动一下 用小火咕嘟个两分钟 出锅前加入一把香葱 看一下超级废饭的葱烧豆腐就完成啦 有朋友说最怕的就是炒瘦肉丝 瘦肉连在锅壁上抠都抠不下来 其实没有那么困难炒瘦肉丝要记住了油温不要太高 想喂热的时候就可以下去 不过你把锅烧子嘎嘎了一下去嘎 那肯定就是要连在锅壁上 你看油温微热下入肉丝 你看这不是非常的湿滑一点都不会粘锅 这这个肉丝我还是有加淀粉腌制过的 肉丝都炒了那就拿一个青椒炒肉丝吧 你看怎么可能会存在练锅的问题呢 它简直比不练锅还要好使 调味也非常的简单只加盐和一点生抽 再把它颠锅颠匀就已经可以出锅啦 按照这个方法来开锅养锅 可以让你的铁锅越来越好用越用越光滑 每次都起来试试哦 吃饭啦拜拜